10月11号上午10点 台中教区在耶稣救主主教座堂 举行玛丽诺会式 增显道神父殡葬弥撒 由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主理 荣修刘丹贵主教 玛丽诺会安德森神父 阮德润神父 清水天主堂主任斯多将有中神父 等近30位神长共祭 增神父服务30多年的清水天主堂教友们 和来自各方好友共300多人 以感恩圣祭陪伴增神父在世间最后一程 弥撒前苏主教也透过直播 向增神父在美国的家人 及玛丽诺会美国总会 表达感谢与悼念心意 苏耀文主教在弥撒讲道中表示 那我们的增显道神父 我觉得他中文的名字翻译得很好 显道 显示这个真道 那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路 真理及生命 那这个道 也就是那个圣言 天主的话 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现出来的 天主的大爱 慈悲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举行这台 殡葬弥撒 我们也来追思啊 这个我们的真行道神父 九十一年再世的岁月 那他在我们台湾 将是今六十四年之久 所以在玛丽诺会的 他们的修会的宗旨里面 就一句话 我们假设有机会 去玛丽诺会 总院的墓园里面 他们每个的墓碑 就写一句话 先寻求天主的国 那也显示出 他们的使命的目的 就是寻求天主的国 把天主的国的恩宠生命 带给他们 天主托付给他们使命的人 这是他们一生的 最主要的目的 那也是神父们 玛丽诺会神父们 秉持这个精神 所以把这个精神 带到世界各地 他们的所服务的传教区 那我们曾神父 就来到了我们台湾 那他在1958年6月14号禁夺 禁夺之后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派来台湾 来做浮船的工作 那据他的描述 我们的教区的这个 我们媒体节目访问他 他说他那时候 也不晓得台湾在哪里 那台湾的地理环境 人文文化 他都不晓得 但是他就是听命 早上派遣他到哪里 他就是服从到那里去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那我们看到他这个精神 不只在当初第一个派遣 后来来到台湾 派到各个本堂 不管是到二邻 不管该主教做堂 不管是在田中 不管是在清水 等等的地方 他是用这种精神 服从的精神 服务的精神 然后愿意把这个天主的爱 透过他神子的身份 他说 他的神父的使命 就是王前的奉献 那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宠 他相信天主召唤他 他就是一个恩宠 天主召唤他在天主的葡萄园里面 透过他神父的 他还讲到神父的主要的生活 就是透过圣事的生命服务 把天主的救恩 天主的生命带给别人 2017年 曾显道神父 或颁誉国民身份证时 内心涌出的喜悦 溢于言表 感受到 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对人民的关怀 以及透过他的生命服务 把天主的国展现出来 曾神父常对信友们说 你们应该由上而生 如同风随意来随意去 凡由圣神而生的 也是这样 他以热忱的心 在天主的葡萄园里 奉献六十四年无私服务 带领人们走向天主圣三永恒的生命 这份服从 爱得服务 永恒的关怀 如同麦子般落在每个人心田 发芽茁壮 马利诺会是安德森神父 代表修会向大家致谢说 所以也是特别感谢主教 苏主教 配合我们马利诺会 还有阮神父 还有杜神父在美国 还有陈神父在菲律宾 我们台湾的四个马利诺会的神父 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大家帮助我们照顾 张神父这一段时间 他身体越来越不好 都是主教很愿意配合 所以给张神父最后这几年 都可以在他的本堂 也是张神父也是很愿意配合 所以他能够在那边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清水的加油还是一直照顾他 所以很感谢清水的加油 一直陪他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感谢大家 也是请大家继续为真神父祈祷 祈祷的加油 祈祷的加油 弥撒后 苏耀文主教向灵鹫洽洒圣水上香 带领信友行三鞠躬礼 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与深深的不舍 在吉宫 山吉宫 启陵 我们请神父引领 真神父 启陵后 众人一路陪伴前往大渡山公墓的天主教斯多墓园 举行安葬礼 由玛丽诺会士安德森神父主持 在苏耀文主教 黄清父 副主教等神长 及四十多位信友的陪伴下 安神父祝福了墓穴 并与大家齐心恭念天主经 唱着奇异恩典 及真神父最喜欢的 请求玛利亚 每人献上一朵玫瑰花 或是橘一把土 表达心中对真神父最深浓的爱 感谢真显道神父 为羊群们所奉献的一切 也感谢他 用维斯基最美丽的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